不愧是中国队本次的最大竞争对手 这一跳的动作连接非常完美 最终两跳得分14.237分 目前占据第一的位置 此时压力向中国小将黄秋爽席卷而来 面对对手的全场最高分 黄秋爽却显得异常平静 从他坚毅的眼神可以看出 他是永远不会退缩的 在现场数万国人的期待下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5.2型 他明白这绝非是一场简单的战役 而是血脉的压制 不负众望 这一跳动作的连接十分完美 落地的同时也击败了日本队的冠军梦 最终中国小将黄秋爽 以两跳得分14.40分的优秀成绩成功逆转 为中国队斩获了女子跳马上的一枚宝贵的精彩 看完比赛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打出